李居明未成為堪如師傅前 介入電影公司成為編劇 講起來亦因為他 令法國周潤發突以除去票房毒藥的污名 1984年85年之間 我寫了第一個劇本叫《靈氣逼人》 寫了這個劇本很成功的那套戲 是周潤發第一套過百萬 他之前叫票房毒藥 沒有人用他 當日于仁泰完全沒有信心拍戲 入了新藝城時是第一套戲拍這套 而且他很乖是根據我劇本百分百來拍 麥杰文的歌曲怎樣來呢 就是因為他幫我一起主持 雙台一個新藝城之友的電台節目 他是一個DJ 我便有私心 你不是平時不斷說自己唱歌很厲害 讓你試試吧 新藝城全部反對 隨便找歌聲唱得好 找電台 麥杰文也是沒有人認識的 又不知是唱歌的 我說不要啦 讓他試試吧 玩了幫我的主持 那套歌 《爺爺痴前》的名字是我作的 曲不是我寫的 但這套歌 每次在電台播放 都電腦彈機 所以自此 是沒有人敢在電台播放這套歌 而麥杰文 我打算唱主題曲 在戲裏不如找個角色去做賣 於是就讓他做賣角色 這樣開始麥杰文才為人所認識的歌聲 然後就離開電台 就去獨立可以做唱歌 李居明一生 和靈異事件結合不解緣 離開電影公司 投身堪如街 就有機會接觸更多靈異事件 18年前 在2000年的時間 我是被邀請他為可樂去看風水 原來他逛了一個很不好的民族 那個叫木魂 木魂是他不要的 而木魂是綠色的 他就在三年前開始 可樂的Logo 下面多條綠線 以前沒有的 突然加了綠線之後 就一直衰到貼地 原來那個總裁 他死了之後 他每天八點鐘到上班 聞到一陣雪看味 而他經常開會的那間房 就鬧鬼 他們個個都不敢進去那間房 於是他就帶我去看一間房 是整間房用絲絨的綠色 鋪上 以及全間都是綠色的 我說你們要不要回這間房 或者要回用 我說立刻幫你瓦解他 立刻敲鑼 然後就幫他們破了那間房的風水 爭了四個男人大漢 進去把牆紙全部拔下來 整間房 刹立之間 把所有綠色的東西全部拔掉 李居明現在 將心思時間 投放在粵劇推動上 他又怎看時下新一代的堪育學家呢 你指麋寧寧 很乖的 他們都 麋寧寧和李承澤都讀很多書 很勤力 就算哪裏弱點 他們都會很快追犯 看到他們是知之不倔地 很努力地去學習的 我們香港的術數家 是我們香港人應該以此為榮